当地时间2月11日,正逢农历大年初期是香港开工大集的洗心日子。 金龙饮尸贺心碎活动在香港时代广场举行, 祝愿香港各大商户在逐年顺风顺水生意兴旺。 香港著名演员古天乐来到现场,和一群人一起为金龙饮尸点金及参花挂红。 现场,几名小学生装扮成如意吉祥仙子和运才童子, 古天乐在他们的陪同下向市民们拜年,将好兆头发放给大家, 并祝愿市民诸年万事如意,福星拱照,喜气洋洋。 活动最为精彩的部分,当属舞龙舞狮表演。 东腔,东腔,东东腔,现场锣鼓喧天, 由十多名艺人组成的舞狮队伍,随锣鼓声翩翩起舞, 象征勇敢和吉祥的三只狮子在几根柱子中间左腾右挪, 上蹿下跳,前探后势,时而威武勇猛,时而息息欢乐,热闹不已, 博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。 生意兴隆,步步高盛的春莲从狮子口中吐出, 现场气氛更是达到一个高潮。 随后,金光闪闪的舞龙队伍在现场来回绕圈, 将福气带给每一位观众。 许多市民抢着摸龙头,希望给自己带来好运。 古天乐举起了龙头和龙珠, 他表示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拜年, 因为这是一年中少有的和亲戚团圆的机会。 其实年年都一样,因为我是长子的孙, 所以家里有很多习俗都要我去做。 每一年都是最重要和家人年初一二, 要吃团年饭,要吃开年饭, 我会和我妈妈去拜年, 主要都是这几样的。 最喜欢都是拜年,因为很多亲戚在这里, 那些亲戚要叫朋友来, 那每个亲戚又会拍一张照, 然后派封来时又拍多一张照, 然后转头自拍就拍一张, 然后保黎罗也拍一张, 拍完之后又签名, 那其实来来回回都成几两个钟, 那感觉是很开心的, 因为一年得, 那一天两日时间真的有机会和大家见一面, 拜年。 金龙省尸和心碎活动的最后, 财神爷向古天乐送出了大金元宝, 又向市民派发了福字, 并和市民合影留念, 寓意2019年转到盆满钵满, 精顺其来丰衣足食。